日前,在位于香港黄竹坑的一座工业大厦内,黄俊郎正经营着自己的一个创业空间。 这位干练的创业者,几年前的身份是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前主席,他也曾活跃在街头。 如今,作为创业者的他,在看当前的街头运动时,感到尤为痛心和忧心。 我们香港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,也是全世界其中一个最自由、最民主的地方。 好,那我们对于过去一段时间发生这个暴力性级的情况非常痛心,包括13岁、14岁、15岁的一些中学生出来在最前面去做一个暴力的行为。 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痛心,也非常忧心的是,我们香港的下一代会不会给这个暴力的问题,或者暴力的冲击行为,会影响了他们的未来发展。 或者是他们的对于整个社会的看法,会不会有一个负能量注入他们。 连日来,一些极端示威者在香港街头打砸火烧,大规模纵火,向警员投掷汽油弹,甚至攻击老弱人士。 对此,作为经历过2014年战中事件的前学生会主席黄俊朗表示,香港人有充分表达意见的空间,和平理性的表达意见是最有效反应问题的方式。 而这次风波最大的变化,就是越来越暴力。对香港大多数人来说,暴力行为绝对不能接受。 我回想这段时间,这四五年来说,最大变化就是暴力行为绝对了。 在过去,香港市民一直用的和平示威表达方法,已经好像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香港。 很多香港市民都不希望看到暴力的情况出现。 同一时间,我们也要富裕多一些香港市民,跟这些暴力行为拒绝。 我们要拒绝这个暴力行为。 所以也就是说,我肯定的对于香港市民来说,暴力行为是绝对不能接受。 近期,特区政府对社会的相关诉求给予了正面回应。 黄俊朗说,反应诉求的声音已经被听到,目标已经达到。 他呼吁参与街头运动的香港青年,要请下来认真想一想,尽快让香港重回正轨。 现在可能我们有一股很激情的情绪, 去到街头里面去冲击啊,或是去争取一些,好像很多人在说的东西。 但是说,我们回头想一想,就是说,我们现在在争取的目标,是不是已经达到了? 一些社会议题或社会问题,是不是要透过沟通? 所以我说,我们现在,比如说我们富裕前线的社会者比较暴力的朋友去停一停,我们也去看一看,我们去找一个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。 毕业后的黄俊朗一直投身香港青年的工作,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。 2016年,在深圳创业时,黄俊朗主要做科技产品以及金融形态。 目前,他们在内地已经开设了七家孵化器,布局在深圳、广州、中山、南京等地。 他坦言,国家其实给了香港年轻人很多机会,自己身边原本对社会有点不满的朋友,后来都选择到了内地投身创业。 我个人认为,国家给了我们香港年轻人有很多机会去发展,包括越港大湾区的机遇。 那很多年轻人也在把握这个机遇。 对,所以包括当年,或是有一些本来对社会有点不满的,也发现到这个经济机遇之后,就也都过来越港大湾区去发展。 谈谈自己的经历和转变,黄金郎说,香港年轻人对国家的了解较少,自己也曾有偏见。 但是,到内地走一走,看一看,改变了他的不少看法。 我估计,大概从中学校大学,大概十多年,没有回过内地。 对,我大概是,那有一个机遇,就是在我准备毕业的时候,就去了北京一趟, 就去看一下北京的一些企业发展,或是一些非牟利机构的一些发展。 那去了以后呢,我就发现,原来国内不是好像我十来年前,小时候去的,路是烂的, 还有那个楼房是没有的,地是什么都没有的,我就打破了我自己这个想法。 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,对国家的认知,还停留在四五十年前,或者传媒的一些片面报道上,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感。 黄巨狼说,眼见维持,希望香港年轻人,把眼界开放,多到内地交流。 自己亲身去看,是非常重要。 如果没有亲身去看过,一个地方对眼见维持的话,那就很难去判断,或者很难会决定。 就会给一些,比如说第三首,第四首,第五首的,那个知识的资料去影响你。 所以我个人认为,可能近的,你去深圳看一看,可能用你半天时间去感受一下深圳。 或是你有时间的话,可能去我们国家其他旅游景点,或者其他省份去看一下,我相信一定会有另外一番感觉。 更多精彩,见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